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房屋贷款的途径很多 市面上贷款公司贷款银行是比比皆是 那么如何去选择一家更好的贷款银行呢 他们好会有什么样的优势所在 作为一个快速成长的贷款银行 有一点很重要不能保存什么守承守旧 就是我们像我们公司一直在不停的增加investor 举个例子再讲将来他们一般 我稍微给大家普及一下 一般大额贷款或者一般的贷款利息好的话 那个debt to income ratio只能接到43% 就是你income一万块一个月 你只能可能就接到43% 但是为什么呢 这是他说最近利息涨了0.5 9月份可能会升息 10月份maybe明年会涨 那他说过半年以后利息涨了 他本来那个debt to income ratio 443他就不qualify了 不qualify呢 我们公司就像我们公司这样 有很多人可以帮你qualify 但是人家有一个问题 那利息会不会高一点 我们同样情况下 如果你要reserve多一点 你debt to income ratio 至少甚至到49%可以做到同样利息 那么我想有这些很好的program 作为一个mortgage bank公司这个平台 要不停的引进 然后不停教育 培训我们贷款顾问 那我们这个贷款顾问 就可以找到这么好的program 给消费者去知道 其实很多消费者不知道 或者业界别的公司 他搞不清楚觉得是假的什么 因为他们没有这些资源 就很就是说 最当然的欢迎就是要不停学习 我说这个贷款业界跟高科技一样 日薪业仪每天都有变化 利息涨啊 compress出来啊 所以作为一个公司 贷款业界的公司 你要competitive 提供这么好的资源 就会帮到大家 非常重要 我觉得利息低档的 要非常compare 但是又有很好的计划 比较重要一点 一个公司不能守旧 其实利息涨的时候 非常challenge 对消费者 他我们再举个例 他去买新屋 他很开心了买到100万 哎呀 他就会当心一个问题 今天利息部 他说一年以后 或者新房不可能 明天交货30天 他说半年以后 交货怎么办 那他怕利息涨上去 他就说要么 阿富不起了 或者他就不qualify 就有很多问题 那我们像我们这样的公司 非常好的mortgage banker 如果他提供资源 就是advance了 可以帮你提前锁定 6到12个月 今天锁 今天的利息 up to 6到12个月 那房子可以交货 甚至6个月 8个月以后都可以 这样的话 我就对消费者来买新房 买投资 不管 我觉得会很有帮助 这个非常重要 我觉得这因为变化太多了 作为一个贷款公司 一定要就囚禁 就是说作为一个好的成长型的 mortgage banker 就是说他的公司文化很重要 我稍微谢一下跟大家 我说在一个公司 我跟他们开个玩笑 我说在公司要一笑声 这个公司才是成功的 如果很辛苦 赚最多钱也没用 你即使就是帮助 就是你有正能量以后呢 碰到问题 大家做个团队精神 合作把它解决非常重要 所以我们公司里面提供 不管是processing underwriting loan office 他们就非常正能量很多 所以消费者碰到 很有challenge 比较困 就是比较复杂的问题啊 什么找我们没有问题 作为一个贷款顾问在前面 那么我们后面整个team 都是worked一起 所以我们强调一个就是团队精神 然后就正能量 political coach很重要 我们有个焚话就是说 一个人走可以走得很快 一个团队走可以走得非常远 所以我这就为什么我们公司有 不停的有好的贷款顾问 加盟我们公司的原因 就是说我们做个团队一起走 走了很远很远 那么我们也希望就是说 不仅仅是以前是做个broker 那么我们做mortgage banker 进入美国主流社会 可以win这个华人发声 这个非常重要 mortgage banker的话呢 其实我们举个例子 我们去开个会 一个mortgage banker 就是黑头发的 结果就没几个人 两三个人就 所以说我就觉得 我们希望有一点叫暴躺取难 如果你贷款顾问这个业界的 找一个好的平台 大家一起打造 加盟一个正面的文化 一起可以glow 我觉得的话呢 这个你再好的这个 金融的产品啊 你没有一个很好的运作的系统的话呢 你送不到客人的手上 那么我们公司的会非常讲究 就是这个消费者 就是customer service 这个我们非常讲究 那如果任何一个公司 他们不讲这个消费者服务的话呢 这个公司是没有前途的 所以我们公司的话呢 发了很大的精力跟时间 在我们这个运作方面 那么像这个我们收到一个loan application 就是贷款的申请表 一直到贷款结束 大约了三十天的时间 那这个三天时间的话呢 这个贷款的过程呢 要go through 我们差不多七个这个department 那么这个贷款才可以完成 那么在这个当中 如果是我们这个underwriter 还有这个或者我们这个processing 他们的数字 他们的这个knowledge不够的话呢 会给这个我们贷款的顾问 没有很好的合作 这样的话呢 我们这个消费者的这个experience 就相当不好 那么所以的话呢 等贷款贷完之后的话呢 可能会出现很多的状况 那所以来讲的话呢 我们是非常注重这个 我们的运作 好像我们这个团队 我们都有这个定期的培训 这个保持这个知识 update 这个按照目前的市场 对我觉得第一个的话呢 是我们的贷款顾问 那我们在这个选这个贷款顾问的时候的话呢 我们也是非常这个仔细的 希望就是有一定的这个考核标准 ok 那么因为这个我们这个贷款顾问的话呢 是直接跟消费者投一次见面 那如果消费者有很多问题的话呢 这个贷款顾问呢 他必须要有一个准确的回答 那么来看这个消费者 他适合哪一种这个贷款计划 我们都是我怎么样选择一个贷款的计划 适合我们这个消费者 那么第一 那么当然的话呢 等这个贷款开始进行的时候的话呢 就是我们这个运作的体系 一定要跟我们这个贷款顾问 一起合作 把这个贷款的过程给完成 一般的贷款顾问呢 在加州的话呢 就是我刚才提到过啊 就是关于那个贷款公司的这个license 就是那个考核的这个license 一般来讲的话呢 都需要有这个你这个reality license 另外的话还要有一个这个NMLS 就是这个national mortgage 这个号码 就是我刚才讲了这个NMLS 就是从这个金融危机之后 这个是出现的 因为以前的话呢 这个政府啊 对这个贷款的这个人员呢 没有比较放松 没有什么很严格的考核 那通过这个金融危机之后的话呢 那么现在所有的这个贷款经济 他们每年都要这个重新renew一下 他们这个license OK 那么renew的话 他们需要上课 他们需要通过这个考核 才可以通过 我们大家都很了解 在之前呢 我们可能也接触过到那个前面五年 前面七年 前面十年固定的一个program 但是在这个市场不断的变化中呢 我们公司也推出了特有的 前面十五年固定的program 它这个program的那个 这个特点呢 它还是用30年去摊还整个payment payment呢 在十五年 前十五年是固定的 那这样的话呢 它的利息 比真正的十五年固定的利息呢 它低了0.375%到0.5%的这个范围 那在payment上面 每个月的payment上面 它也省了一半 差不多一半的payment 这样的话呢 其实是增加了客人的一个purchase power 就是它有更大的一个qualify的空间 去借更多的long amount 再加上的话呢 这个十五年这个周期 确实已经很长了 就是有的客人他会担心这个短期利率上涨 它的这个利息到时候浮动了怎么办 但是这十五年已经是一个很长的周期了 而且在这个中间如果利息一旦下跌的话呢 我们也会通知到客人去来做一个 我们帮他做一个免费的重新贷款 再根据他当时的情况 来把他的利息或者固定下来 或者是适合他的一个program给他给到他 首先你要了解到客人的诉求 然后通过你的知识 你的knowledge去帮到客人 实现他们的美国梦也好 就是省到payment也好 当然还是回到James说的 我们真的是要不断的学习不断的update 这样就是跟着公司一起成长起来 这样的话呢 大家都走到一个双赢 或者是共生合作 就是这种一个局面 市场不会是一成不变的 市场是流动的 每个房屋的状况也是不断的在改变 我们了解市场更多 才能更好的利于我们投资或者是购物 更好的去实现梦想 那首先我来先讲一下美国经济目前的情况 大家知道现在美国的经济是一枝独秀的情况 在全球的一个整个经济体当中 在亚洲除了中国之外 其实表现最强劲的就是美国的经济体 那美国经济体在今年来讲平均成长率GDP成长率2%到3% 在这样一个复苏的情况之下 我想大家最有感觉的就是美国不动产的一个复苏 那为什么我们现在推荐是以美国房地产为一个主要的一个投资的标的 那主要有几个原因 第一个我刚刚说到就是全球其他地区的一个房地 就是经济表现并不是那么好 在亚洲即使是中国 也是属于经济出现一个修正下滑的情况 那其他的国家包括欧洲部分 甚至在之前出现所谓负利率 那负利率的情况在经济上面 就是表示说这个经济其实不是很好 所以必须采用负利率来逼迫 这个消费者投资人来采取这个投资的动作 那在经济投资上面来讲 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好的一个情况 那唯独在美国从2016年2015年开始 它下半年就呈现一个升息的趋势 那为什么联准会有这样的本钱升息呢 就是因为美国经济呈现一个强劲反弹的一个阶段 那我们知道在今年年初的消息 全美的一个失业率已经跌到差不多4%左右 也就是说全美目前情况来讲 就是说整个工作或就业市场的环境 实际上是非常良好的 那其实支撑的这个整个全美的一个复苏 当然我们知道美国是全世界的一个领头羊 然后它也在金融地位当中是一个霸主的角色 然后从2010年到现在 2018年当中我们看到房地产市场呢 我举个例子 在去年的时候2016年的时候 美国的平均住宅房价已经超过了这个2005年的这个高峰 就是平均房价的高峰 也就是说在金融风暴之前的一个房价的一个水准 在2016年已经被打破了 那这种情况之下呢 其实很多投资人会问我们说 到底美国现在的房地产市场 是不是呈现了另外一种泡沫的局势 作为一个经济分析师 我最大的一个优势就是我们只用看图跟数据来说话 我们不是用我们自己的一个单纯的想象 所以我们从图表当中可以分析给客人知道说 从1976年以来到目前为止 美国房地产强持的趋势是属于直线向上的 基本上是跟着通货膨胀走的 就在2005年经用那个房地产泡沫的时候 那时候是偏离了产局趋势线 那一直到2016年到2017年 现在我们看到即使是价格回升到高点 可是它还是落在厂级趋势线以上 因为经济复苏来周期来讲 如果从2001年年到现在 看已经将近8年的时间 它的价格事实上已经是到了一个顶峰 所以我们看到最近的消息说 全美的一个主要市场的一个房 中间房价是属于一个 现在是属于停滞不前 甚至是有点往下修正的阶段 所以在这部分呢 我事实上在去年的时候已经跟投资人说过了 事实上不是一个买进住宅房地产的一个好时机 也就是说现在如果单纯要靠住宅房地产去买 然后期待它身子来赚钱的话 那目前来讲事实上是比较不是适当时机 因为你容易买在高点 那反映在商业不动产方面的话呢 因为商业不动产是一个落后的指标 所以我们看整个过去的经验就是商业不动产的复苏 是跟着经济复苏往后走的 也就是说它有一个直至的现象 那我们看到现在比较热门的就是说 因为失业率的下降 然后经济活动的复苏 所以带动了大量这种商业不动产的需求 包括所谓的办公室大楼 还有所谓的仓储大楼 那现在在尤其是在加州市场 这个复苏区项是非常非常的明显的 也就是我们看到很多的投资人 就分分把资金从住宅市场 或者是他们原有的商业不动产 转移到投资更大型的市场 那最明显的例子 就是我们所谓的投资报酬率的要求 在几年前 大概是在三十年前 如果投资公寓楼的话 投资人的投资报酬率要求 我们所谓的cap rate 大概是需要大概5%到6%左右 可是呢 在去年开始 我们看到这个cap rate已经下降到 市场上的喊价已经下降到 百分之百分之三 所以反映在价格 就是说我们认为这个价格事实上是有点高估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投资人如果要买一个好的投资报酬率的 商业不动产的话 实际上要面临到很大的一个风险 就是说你其实上涨的空间不大 那所以我们再做一个 投资 给投资人一个投资分析的角度来看 我们现在观察这个 美国的一个商业不动产的市场 大概有几个危机 也有几个机会 那其实目前来讲 对于投资人来讲 比较大的原因就是说 因为现在资金很多 所以当时大家都会再用资金去 追逐少量优质的项目 所以我们往往看到的很多优质的项目 它喊出来价格是比较高的 我举一个比较实际的例子 大家就可以比较有感觉 就以前在买卖房地产的时候呢 卖方会要求投资人放一笔定金 然后他才跟你谈交易 那从去年开始的时候 我们看到比较常见的情况就是说 卖方要求投资人放的定金是不可退还的 也就是说今天你放个35万或者是50万 去买这个1000万的房产 不管你买或不买 最终呢 只要你不买这30几万或者50几万的定金 卖家就有权利没收 那在以前是不会发生的 但是就是表示什么 这个市场就是一个卖家市场 所以当这种情况之下呢 那因为卖家的谈判权力比较大 所以对买家来讲相对就落入一个比较不利的立场 甚至在卖家当中 除了要求你这个定金不可退还之外 他给你的这种所谓的禁止调查期 Due Diligent Period也相对缩小很多 所以对买家来讲相对的风险也相对比较大 那可是没办法 因为在这个市场之下 很多卖家他卖了之前投资获利的物业之后 他要做所谓的103A交换 达到一个省税的效果 延税的效果 那这种情况之下 他就会去追逐大型的项目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就是对投资人来讲 就是在这个选择物业上面 他的选择性比较少 那相对的机会也相对少很多 房屋建筑本身是固定的 但如果我们想要房屋变得 更适合我们居住的状况 很多人去选择去改建或者是加建 而改建和加建 永远不可能是个人或者是家庭本身的问题 而您需要申请城市的permit 如果城市不批准会是怎样 而这其中产生了纠纷又会怎样呢 那一般来说 你要在美国你要去 别说是新建一个房子 就算说我要改建 或者一个装修 一些东西的话 都需要到城市那边去拿一个permit OK 那通常你先去的 它的一个地方 它有一个叫planning department 就是一个规划部门 那它那边如果 你要画一个图了 那通常这个图的话 你可能还得要找专门的人 比如说architect 就是这个建筑师啊 怎么给你画出来 画出来的时候拿到城市那边 它批了的话 那然后呢你才可以去建的 OK 那有时候如果说 它那个部门不批 不批的话呢 那你它可能有时候 你就要去修改 你可以改到 改到就它满意为止 然后你就可以 它就会批给你 那有时候呢 你觉得这个 都应该都完全符合 它城市的一个规定 因为城市都有规定的 比如说那个 我要做一个墙 它里面就允许你可以有三尺膏 那你说你画这个东西 也没有操作 它就不批给你 那怎么办 那你可以在里面 要求一个hearing hearing呢 就是要求它那边说 来给你一个批准 那它里面会有一个 一些委员会啦 committee 那通常是一些市议员啊 这些 如果到城市那边 后边都经过这种hearing 最后的话呢 他们都不批给你的话 那你可以到法院那边去起诉 它有一些城市有规定的 比如说 比如说你坐院子 它可能要你的邻居啊 前后左右的邻居都来同意 怎么样 你也需要 在那边签一个东西 城市它也有 就有这种要求 或者有时候 有一些地方 你在有HOA的 就是说有这个物业管理的 包括住的房子 有些有商业的也有啊 商业的地方也有物业的 的话呢 那得要 你的物业里面就有要求 它有的CCNR 对不对 它的规定是怎么样 你就符合那个来 完了之后呢 那物业那边批准了 完了之后 你再到城市那边去批准 然后你才可以做 买卖房子的时候 经常有这种问题 所以的话呢 你得要告诉那个人 告诉买主说 这个东西是没有批准的 OK 那当然如果买主呢 如果他知道了 这个没有批准 他照样买 那你将来你买过去以后 你就不能回头来告诉 你这个没有批准什么 但是当初你卖的时候 你没说 你没说因为一般的人 他以为他就有了 OK 那你不能说 你查公记录里面 你应该查得出来 我这个就没有批准的 那不是 因为你自己在作为卖主 你认为 如果对一个买的人来说 任何的对这个 你这个房地产 会影响他的价值 或者说会影响到 一些人决定买 还是不买 这种东西 的话你都要告诉他 这个包括里面 有没有使过人呢 法律局有规定了 那三年以内 曾经有 有使过人 你都要告诉他 或者说 你这边 有发生过枪杖 什么的这些 或者你这边附近 我经常有一些飞机 或者什么很吵的东西 什么这些 你都要告诉他 因为一般的人 他不知道的情况 你都要说出来 否则的话 将来买的人的话 他可以因为这个来告你 来陪伴他的损失 或者说 要求说 不要了 把这个房子退了 要把钱拿回去 的这种官司 在下一期的美梦成家节目开始 我们又会请到风水老师 来和我们看一看 家居生活 到底和风水 有着怎样 息息相关的关系 那让我们一起 共同期待吧 祝大家周末愉快 我们下周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